就來試試四野貓打現在合作的超究極關卡 一開始都是這樣彈,卡點 有超反重的野貓卡下去會比較穩定去殺死 但如果沒有的話其實都不重要 其實都是看運氣的 你飛出來的話就比較難講 這一關是一個重力為主的關卡 那野貓的超反重在一開始這個關卡的時候就非常吃香 但也不會帶太多 因為這一關有一個致命的位置 如果你說四野貓的話就是地雷 又不叫致命的,會比較難做 地雷是綁身雷 如果你正常是不會玩四野貓,四隻的話 因為你要去掃雷的話 野貓是飛行的,他不可以避這些雷 如果你被人綁住了 如果你清不到地雷怪,你被牠綁住了 那基本上都是被牠炸的 那地雷怪一開始就會派三顆地雷給你們 如果你BATTLE1卡不到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被最頂的地雷怪去放地雷 這裡卡不到地雷怪 如果這些位置好,最好就先殺掉地雷怪 如果你是玩四野貓的話 但是你說殺不了怎麼辦,其實不要緊 其實因為在超反重的狀態 加上這個,如果你戴四野貓 我們加上超反重,一圈裡面可以有四次加速 亂來就OK的 而且再加上這個野貓有飛彈 現在的導引彈是可以撿到尾刀的 大痛就不太痛了 如果板上那麼多怪的話就很難做到大傷害 主要都是靠我們野貓卡點的話 你看到現在這個弱點的位置會比較好卡 還有加速呢 加速是你見到兜花一個圈回來 又卡死了 現在這個moment就可以不需要理會地雷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有地雷怎麼辦呢 那王二我就做了一個不錯的試意版 但是最後都是被地雷炸 但是這地雷不是即死的,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那這一關我有火牆,左上角和右下角那隻 野貓是沒有火牆的 那殺到我盡量殺 因為在超反重和加速的狀態下 炒火牆的機率是挺高的 那基本上清掉了怪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除了野貓的友情技和這個... 除了這個友情技和他的被動之外 那他的SS... 他的SS也是非常吃香的 因為這一關是超反重,而且你帶四隻的話... 我講了很多次 如果你帶四隻野貓的話 那在開號令的情況下 野貓撞了超反重 那基本上你全部野貓都可以不斷在加速 然後在長方形的板子裡不斷在循環衝直撞 這個卡點 但是你要避免那些MARK技也是要避免的 即是他的Laser也要避免的 雖然你說木屬性食,但也非常疼 那有人就說其實... 那個人... 即是你不會帶四隻野貓的情況下 還是帶一些素類 我們會有時帶富麟 你說差一點要帶羅賓 其實羅賓不差,羅賓可以在尾血裡做到直接渺茫的效果 那這裡... 這位好,可以直接卡 那這裡卡不了,那我給他放地雷 那剛剛應該再平一點,應該可以放進去 那這個Battle還有這個黑洞怪 那黑洞怪不要緊 飛彈應該可以弄得死 拿一些導人彈去吐,應該沒問題 那... 那這裡我們看到情況不對勁 因為地雷就要爆 但黃的血量還是超過一半以上 所以我就開技 那其實野貓的技能是比較長的 它是類似... 就是剛剛一開始 第一隻擁有這個瘦輪化的技能 應該是送獎 因為比較長的號令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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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 18加12 好像是差不多 好像28湯加起來 那你叫我差不多死了 那開技 那在這個重力罩的情況下 打得很痛 但是還是打不死 還差點死 這條片其實就還好 那... 最後還是要設定位置 一天有人會帶四隻貫通去打 四隻貫通我覺得是比較難打的 貫通是難得很多 因為反射都可以亂來的 反射就不可以亂來的 貫通就不可以亂來的 你一定有一條清晰的腦去彈 要是你有情特別敬 要是你就... 要是就... 要是就... 就這樣 OK... 那... 這條片是有一個背景音樂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放過背景音樂的影片 那... 沒有啦 就是這樣 那我順便再拍了那條直令 那條... 那條初見 初見的那位沒錄聲 那... 一次過啦 對啦 咦 那... 這裡我都被他放了地雷 所以就... 但是這裡也值得秒 四野貓是挺厲害的 野貓這次獸神花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一開始看到其實還好 剛剛大陸回來的 現在用下去真的OK厲害 因為他超反重 其實這條影片有點蒙 因為是再拍過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盡量說多一點點話 你們不要在畫面上 拿這個聽覺聽著 其實這次也差不多了 基本上出了這麼多天 這角色應該也有很多人極運了 只能夠加油 這次就差不多了 下次見 拜拜